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因为国际股市跌 结果在礼拜三开盘 咚 跳空下去 当然很多人以为说 哎呀完了 国际股市跌 台湾股市跌 结果开地以后 蹦给你往上拉 昨天也是一样 开地以后 蹦又给你往上拉 那各位今天 而且各位重点是 今天这个盘 昨天前天好吵是说 其实昨天前天的幅度很大 可是各位今天变成一个窄窄盘 今天很难捉摸 因为昨天好像欧美股市也是闷闷的 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震荡格局 所以今天台股这样走也不知道怎么看 因为路股这天又休市 所以国际应该很心慌 对不对 所以啊 各位你看 主持人点到重点了 各位你说昨天前天毕竟波动大 对不对 你要里面你要找这个点去制作 其实还不会觉得这种绑手绑脚 但今天这种盘 哇 我说真的 你做多效 你做空也好 你真的觉得 哇天哪 还不如不做好 对不对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问题就来了 对啊 今天这盘搞来搞去 搞成一个 算是一个缺间震荡了 很标准的缺间震荡 那但是问题就来个 问题是说 可是今天这种盘 各位 你不要说到了收盘 他说 哎呦 今天这盘缺间震荡 哎呦 窄窄的 最好不要做 各位 到了快收盘才这样讲的 黄大就是放马后炮 对不对 那没有意义了 问题是今天在开盘的时候 甚至只到盘中的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说 哎呀 今天这个盘 大概就 对 这盘就是一个窄窄的区间 你有没有办法先抓到 这样子一个东西 而且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各位 其实说真的 就算今天这个盘是个区间 对不对 但是区间 我在节目上 一直在跟各位讲个观点 各位 区间盘其实很好做 对 重点是 高低点先知道 你只要先预知 今天的高点在什么地方的话 其实区间盘非常的好做 那观点就来了 第一个 那为什么今天这个盘 搞来搞去搞成一个区间盘 答案不外乎 又是在两个地方 对不对 第一个 在什么地方 大户指标 对 在大户指标 在强势预判 对 好 来 各位 如果今天这个盘 你不晓得 如果说从开盘开始 你根本不晓得今天这个盘 到底是个什么样盘的话 来 各位 看看吧 今天强势预判 出现一个什么状况 大户指标出现一个什么状况 我们先看右边下面 看右边下面吧 各位看懂了吗 今天这个盘 为什么搞成一个横盘 很标准 对不对 各位 因为第一个 你看到没有 各位 强势预判 从今天开盘开始 早都看出来 哦 今天这个盘 是一个下面有支撑 上面有压力的 这样走势 各位 所以这是为什么 今天这个盘 对不对 哎呀 跌下去 到了什么地方 为什么突然之间 又跌不下去 跟你往上弹 弹上去 来到8316 为什么又上不去 又在那边 又跟你往下杀 因为今天这个盘 标标准准 是一个下有支撑 上有压力的 这样一个走势 所以今天的低点 在什么地方 高点在什么地方 各位 看强势预判 都得全部一把抓 我们待会给你看 到底在什么地方 各位 其实 今天这个盘 不就类似像 昨天开盘那一段 昨天开盘 不就给你 先来回来 之后做震荡吗 那昨天节目 你看了 各位 你看 为什么昨天开盘 开个小平高 往下先杀 就是因为 一跳空上去 就碰到了 强势预判的压力 所以 其实前天晚上 欧美股zon是大涨 但是大涨 为什么昨天开盘 却开的 那个软部垃圾 然后就跟你往下杀 对不对 因为一样 因为昨天 那一小段的时间 开盘的时候 是点到压力 上不去 先打到支撑 之后 在这个地方突破了压力线 才大涨一段吗 那今天呢 看到没有各位 今天的盘跟这个一样 就是因为下面有支撑 上面有压力 所以各位 今天的盘又走出一个区间来 而且各位 这个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我跟各位讲 我说真的 今天这个盘 不要在那边讲说难做 我再讲各位 今天这个盘 如果你能够预知到 今天的高低点的话 这盘叫做超好做的 来 要是你不知道 进高低点的话 来先看这个好了 今天早上在8点48分的时候 三分钟 对三分钟 我还扣掉两分钟 给我去写这个东西吧 其实在一开盘的时候 在开盘的时候 我一过去 我在提醒会员 好 各位 今天你要做当从 对不对 那哪里可以开始做多 强势预判 下面有两个支撑 第一个在8274 一个在8253 下两支撑 看这两个地方 那各位我问你 今天最低点多少 最低点就是8254 来我们稍微照一下 乒乓几雷 各位 今天的最低点 在8254 什么时候才来 过了9点钟以后 各位 过了9点钟以后 才来 最低点点到8254 那各位 8点48分在这里 各位 刚一开盘的时候 对不对 维国新你告诉会员 往下去的话 最低的位置 那个关键性的支撑 在8253 所以各位 你看吧 所以各位 今天最低点 来到8254 虽然说没有点到8253 意思到了吧 也就是各位 今天这个盘 你不要在那边说难做 如果说今天一样 其实每天都是一样 各位 如果说你早早开始 有在看维国新的强势预判的话 建议看 哎哟 下面对不对 两个支撑 意思就是说两个买点 所以各位 今天其实你 你坐在8274 也不差呢 因为今天毕竟还升到 831几去 对不对 那各位算一算 也差不多40点都有了 所以各位 不论是8274也好 不论是8274也好 甚至就是8253也好 今天最低点8254 所以各位 你看 8点48分 各位我请问你 如果大家真的 打开天窗评量心讲 全市场上各位 有谁 有那个本事 能够像魏国庆一样 每一天在期货开盘 两分钟三分钟的时候 对不对 马上告诉会员 今天关键的点位 在什么地方 各位 你跟那些人做得到吗 你自己做得到吗 你的胆功化软体 做得到吗 我跟你跟我讲 如果今天你觉得盘难做的话 不外乎几个原因 第一个各位 你自己对不对 你搞不清楚 今天搞底点在什么地方 如果今天高底点 你搞不清楚的话 我说真的各位 不好意思 其实每一天 你都搞不清楚了 对不对 一切都在方法以内 我说各位 今天这种盘 高底点抓得住 不是只有今天抓得住 是每一天都抓得住 各位 这是我讲的各位 SOP 对不对 当你有一套 最好的方法的时候 今天也好 昨天也好 过去以来也好 重点是 未来的长长久久 每一天各位 都是运用这样一个标准 这么好的一个SOP 就天天这样操作 否则不然 为什么今天8点48分 维国卿我在提醒会 对不对 下面有两个支撑 就是说做多 在这两位置做就对了 各位 8点48分 问题是8点48分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你爸在那边观望 说这盘我今天到底该怎么做 会上去吗 会下去吗 昨天国际股市 也是都在平盘附近来回震荡 对不对 那今天到底该怎么做 各位你还在想说 今天盘到底会涨会跌 到底我该哪里 做多做空的时候 维国卿已经在 发口讯了 点位就在这个地方 各位这么清楚 这么简单 这么清楚 这么简单 这么明了 在这个地方 哪里难做 我跟各位讲 我再讲各位 任何的东西 不外乎就是方法 当你方法对了 方法好了以后 会天天都是这样做 不是吗 好了 还没完 所以既然低点 在这个地方 最近最低打到8254 对不对 就给你往上拉 可是郭忠祥还没完 拉上去以后 那今天高点在什么地方 那也很重要 这盘后来 开始往上拉 但是重点是各位 当今天这盘 一波就在往上拉的时候 好 那第二个关键来了 那这个盘会拉到哪里去 会拉到哪里去 也就是各位 就算你有去做多的话 你这个多单 哪里跑会跑得很漂亮 对不对 各位 今天最高点在什么地方 今天最高点 8319 好不好 来我们再造一次 今天最高点 各位 8319 好 8319 那各位来 我再给你看一个口讯 盘中啊 10点多的时候 韦国欣来 在提醒会员 搞点看什么地方 我这样的各位 这些点位 韦国欣的电脑会员 自己眼睛都看得到 只是我在发口讯 提醒他们 继续看这个位置 各位你自己看 在哪里 强顺预判的压力在哪里 8316 8316 今天最高点 8319 网上穿三点 是今天最高点 各位 如何 觉得这样做期货 有没有够简单 各位 每天你做期货 我说各位 全世界所有的投资人 不要说做股票 做期货都这样 每天心里面 最想知道什么事情 高低点 赚价差 今天高低点 在什么地方 每一天各位 你心目中 你梦寐以求的 就是希望知道说 每天我都知道 今天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是啊 不就是这样 好了 来看 8316在哪里 我们继续看右边上面 来各位 我把十字尾巴 敲出来给你看 看到了吗 今天开盘以后 支撑在哪里 8253 8253 建最低点 8254 往上去 在什么地方 各位 8316 8316 建最高点 8319 各位看到了吗 我讲各位 每一天 所有的关键点位 透过强势预判 各位用眼睛看 都知道在这个地方 各位 你的软体做得到吗 你的弹光软体 做得到吗 就是因为 你用的方法不对 你用的方法不好 你的软体算不出来 所以各位 今天对不对 也是一样吗 有这种盘 尤其今天盘 我说 今天盘的幅度 比较窄 对不对 你觉得更难做 因为今天你做的多单 要是你点位 做的不漂亮 做的不够低的话 其实上去没几点 又回来了 我跟你讲 其实我说真的 很多投资者 每天你会面临一个问题吗 比如说你去做个多单好了 有时候你多单 跑得太快 就后面继续涨 你觉得说 哎呀好可惜 对不对 跑太快了 有时候你不跑 上去蹦又下来 该转的没转到 还倒料 这不就是你形容 每天的最痛吗 什么时候 我这个单子 该抱久一点 什么时候跑快一点 你每天都在烦恼 这些事情 你不但烦恼 你做多单以后 对不对 到底该抱久一点 还是敢赶快跑 各位 这已经是你的烦恼之一了 各位 比这个还更重要的是 你在哪里做多做空 我们不讲说做 我们讲做多 因为大部分人喜欢标准 习惯做多 那各位那今天呢 对不对 这就是问题所在 各位 做期货 如果说你每天的部位 你的点位做的不好的话 代表说你的获利就很有限 而且就算你做进去了 对不对 刚刚讲过嘛 你心里很痛 我就是 我做了个单子之后 对不对 到底我该抱久一点 还是要赶快跑 我说各位 每一天你做期货 你的心中 你的头脑 不断地被这些东西 反复地在困扰你 哎呀 我哪里该做 哎呀 我做了以后 对不对 哪里该跑 怎么 这个盘到底会上会下 这盘到底 各位 每一天你盘中 无时无刻 你被这些东西 搞得你头晕脑脏 各位 一在脑子各位 当你每一天 对不对 你在想 而且还不止如此 还要去想 哎呀 今天发生了什么消息 哎呀 国际股市涨与跌 各位 你的头脑里面 塞了太多的东西 再这样对不对 你还有 人还有主观的意识 这个盘 我看大概要跌 我看大概要涨 各位 你自己想 你的头脑 每天被这些东西 搞得你满头 对不对 你一头都想这些东西 你怎么会有一颗 清新的头脑 你怎么会有一颗 冷静的头脑 真正去把你的期货 好好的去做 对吧 我对各位 这都是你的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你做 我要做期货 你做得不好 就是因为 你头脑里面 你塞了太多的东西 哎呦 这个 那个 那个 想来老半天 但是问题是各位 我就讲各位 与其每一天 你想东想西 我对各位 你为什么不对 我对各位 其实最简单 各位 把你头脑里面 那些所有的那些想法 统统先抛弃掉 不要 各位 等你放空之后 你只要想两件事情 哪两个事情 强势预判 对不对 你都算出每天的高低点 在这个地方 大货到底在做多做空 各位 当你把你脑筋里面 哎呀 消息面怎样 国际股市怎样 哎呀 我这个 我哪里该做多做空 我这单子到底该报多久 各位 当你把这些乱七八糟东西 你都把它抛弃掉 你放空以后 各位 你有一颗清新 一个冷静的头脑 然后各位 你只要每天看两件事情 什么东西 强势预判 大货指标 对不对 倒不来我们看整个 各位 我们就拿这两天做例子 今天的盘为什么横盘 昨天为什么大涨 因为很简单 今天 各位你看到了吗 对 我说过没有 什么叫区间盘 什么叫区间盘 就是大户做多做空的力道 对不对 都小小的 都在这个白色虚线之内 各位 今天这个标准的区间盘 为什么今天区间盘 就是因为 哎 今天大户多空都有做 但是你看 不论他做空做多也好 对不对 那个力道 都远远的在那个白色虚线之内 这是我所谓 各位 这就是个区间盘 既然他力道都不强 所以对不对 碰到支撑 倒不来我们一起看 所以各位 他碰到支撑 对不对 他也不会跌破 来到压力 他也不会突破 因为力道都很小 各位 这是我所谈的 我说各位 什么叫区间盘 每天我都在跟你讲 其实我的SOP 就是跟你谈这个观念 你看今天 今天盘为什么是横盘 因为今天大户 是多空都有做 但是问题是 今天大户 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 你看到没有 对不对 那个力道 都在那个白色虚线之内 所以各位 今天是个很标准的区间盘 那昨天前天为什么都大涨 因为昨天对不对 大户都在做多 那个力道远远传过那个白色虚线 所以是个趋势盘 这种东西 我说各位 如果你看大神仙姬 有一段时间的话 对不对 这种东西 你真的应该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你再看一次 来各位 你再看一次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就两个一起看 我们一起看 为什么今天是个区间盘 第一个 因为今天大户 做多做空的那个力道 都在那个白色 那个虚线之内 何况对不对 强色虚线盘已经预算出来了 今天下面有个支撑 上面有个压力 大户力道不够强 所以对不对 跌也跌不破 上去反弹上去 上面压力也没办法突破 因为力道都很弱 这个区间盘 好 昨天呢 昨天的盘 为什么能够突破这个压力线 很简单各位 因为昨天对不对 大户开始做多以后 你看没有 那个力道很快地穿过 白色那个虚线 所以指数能够突破那个压力线 不但突破压力线 对不对 大户的力道是一波一波往上走 所以一路跟你往上冲 各位你看 你自己看各位 昨天大户做多的力道 跟今天大户做多那个力道 你比比看 各位差多少 对不对 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我说各位 什么叫做趋势盘 什么叫区间盘 各位 这么简单都分得出来 我说各位 这是我讲的各位 今天盘会涨会叠 这个什么盘 我说各位 你用眼睛看维国庆的强势源 跟大户指标 你看都知道是什么盘 你还需要去猜吗 你还需要去想吗 国际股市怎样吗 消息面怎样吗 我讲的各位 你每天你花太多的时间 去想东想西 想了一大堆 想一大堆不重要的东西 反而各位 真正的 归根结底 这两样东西 你是必须知道的 可是你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在看维国庆 大户指标跟强势预判 结果这两个东西 才是最重要的 各位 这两个东西已经每天 已经完全帮你指射出来 对不对 今天这个盘到底该怎么走 不就这个样子而已吗 昨天为什么大涨 大户强力做多 力道穿过白色虚线 今天为什么涨不动 看到没有 做多力道一点点 看懂了吗 所以碰到压力线 就给你救回来 何况重点是 对不对 今天的高低点 透过强势预判 为什么今天开盘 开盘三分钟 我都可以提醒会员 对不对 支撑就是做多的位置 这里跟这里 今天最低点8254 今天高点在什么地方 一看强势预判就知道说 那8316 而且最高点8319 我有脑子 各位今天这种盘 你不要说难做 对不对 今天盘往下刹到 各位不要说8253 你就825 8260以内 你随便找个点做 你上去83对不对 8315那个地方 跑一跑 随便你要防空 你也可以放个空 各位 结果光是 支撑来回坐一趟 我跟各位讲了 都七八十点以上 哪里难做 我问 哪里难做 我说我问你 做不好 不要怪东怪西 各位 只能怪你自己 没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如此而已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各位 你记不记得 昨天前天 昨天前天 大户的力道 不都很强 各位前天节目 你看了 那各位 这是昨天 这是前天 我们来比比看 对不对 昨天前天 为什么盘东都能够大涨 就是因为 昨天也好 前天也好 大户多空力道指标 测测 哇 大户的力道多好强 大户的力道多好强 所以 昨天对盘东 梦一涨 涨了快150点上去 力道够强 前天也是一样 前天开低以后 对不对 稍微那边遮到了 前天开低以后 箭头开始翻多以后 大户对不对 做多力道 一下也冲出白色 那个虚线 后面也越来越强 也是这样 就涨两波上去 箭头翻多 大户做多 箭头翻多 大户做多 那就做 昨天不也是吗 箭头翻多以后 就还率先翻多 后面大户开始做多 后面你做也可以 对不对 等大户翻多以后 你再做 位置其实也就在 8148那个地方 你做现在贵 剩150点 我告诉各位 就是这样 就是我所谈的 做期货这种东西 每一天对不对 你好好地看看 无尤其人SOP 想这个东西 对不对 一天只有三件事情 各位 做期货只有三件事情 你要好好的记住 好好的遵守住 就是这个东西而已 每一天 对不对 大户在做哪一边 大户做多还是做空 但问题是 除了做空之外 重点是它的力道大不大 如果大户的力道不够强的话 当天是个区间盘 什么叫区间盘 一天高点 差不多五六十点 对不对 那就是区间盘 那什么叫趋势盘 一天少的都是100点以上 那就都趋势盘 最贵 透过那个力道 你很趋势的说 今天这个盘 对不对 什么叫区间盘 做多做空 对不对 跑快一点 什么叫趋势盘 做又要报警一点 最贵 透过维国清 独一二的大户 多空力道 你马上知道今天这盘 你到底是该跑快一点 还是该报久一点 这来对不对 透过建筑跟大户 两者同向 都是盘中的最好的一段 这来对不对 一样 透过独一二的强势预判 马上预知 今天的观念 高级点在什么地方 就这三样东西 才是每天 你真正该知道的东西 对不对 不要 这三样东西你不知道 每天对不对 这东西想了一大堆 有什么用 各位 你过去一来 你之所以做不好 你自己想想 你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反过来 当如果对 当每一天 你能够真正 每一天 会好好地遵循 这个SOP的时候 我请问你 各位 其实有没有够简单 看大户力道 马上知道 今天该做多做空 今天的盘 是大还是小 对不对 今天跟大户有同像 两者同样赶快做 强势预判 马上知道高低低 我跟各位讲 我举个例子来说 各位 同样是一道菜 为什么大厨做出来的 跟新手做出来的 味道就是不一样 经验 对 经验 而且各位 大厨什么都都经验 经验到最后 就是形成一个 一个做事件的 一个一道固定的程序 在那个地方 新手为什么做菜不好吃 没经验 不晓得那个SOP在什么地方 不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吗 你要不要想想看吧 好了 时间关系给大家 下礼拜开始 关键点位在什么地方 我下个人再说 好 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要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泳城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这段帅哥帅姐 平均的七十月 不过都经分软Q 卡手流量 如果每天住在四个行 想要做啥就做啥 连年的建国团 就打到出国比赛改出名 这种年纪 可以过这种日子 他们说必须就是 先跟卡顿 鼓勇行 日本专业设计 三一六不锈钢精致 泰河工房三一六不锈钢保温瓶 坚持做最好的壶 永沉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买就送 是的 泰河工房周年庆 现在买三一六保温瓶 买大 宋小 清巧好用 快來泰河工房好理操縱喔 欸 我問你喔 你都怎麼表現愛母的方式 我帶他去做電子的SPA 給他漂亮噹噹 我都想高級的香水 給他香噹噹 這樣子 啊你咧 我愛他的方式是 十歲的時候 配交流 營業用 承認輸用白教水 交流白教水款式 很多玩喔 既新動裝置QR Code交流 掃描交款書上面的QR Code 就可以入圓 真得慰吧 地匯承認輸用白教水 建設地方好享受 永成國際投顧 誠信 專業 永新 堅強的研究團隊 創造滿意的投資績效 諮詢專線02-2542-8999 2542-8999 歡迎回到大盛先機來關心 現在台股又進入震盪的 霞虎整理格局了 那麼下個禮拜呢 關鍵點位如何看待 再把身交給王老師 好 各位 再講下禮拜的關鍵點位之前 各位 我還是在提醒你一件事情 各位 在股市裡面 不論你做股票 做期貨 千萬不要犯這三個毛病 對不對 多少投資人每一天 很努力 每天花幾個鐘頭時間 做功課 研究國際股市 研究消息面 研究外資動向 研究這個 研究那個 研究了老半天 可是研究完之後 到底盤市明天該漲該跌 甚至今天該漲該跌 完全搞不清楚 對不對 哎呀 有利多消息 也有利空消息 兩項對到之後 對不對 忙了老半天 結果是一個忙忙的人 因為各位 每天的消息 不會只有利多 也不會只有利空 對不對 都是多空夾雜的 弄個老半天之後 搞不清楚這盤該怎麼做 好了 既然對不對 還是忙忙的人 最後在操作上 更是盲目操作 有人跟我講 過去以來 你做股票做秀 你這所以做不好 就是這三個毛病了 不是嗎 但是問題是維吾琴我一再跟你講 各位 放空你自己 不要去想那些砸七砸八的事情 每天對不對 想一想維吾琴的強勢預判 到底今天算出來高低點在什麼地方 到底維老師的那個大戶多空力道指標 每一天對不對 馬上盤通 即時每一分每秒都算得出來 到底現在大戶在做什麼動作 那對不對 那個先一箭頭 哪裡跟大戶友同向趕快做 就這麼三道東西而已 絕對比你每天花幾根對不對 想中想西來講 太貴清楚太多了 不是嗎 你貴你好多體會體會 好了 今天這個盤 下午正常之後 我跟各位講 其實禮拜一基本上 對不對 開完以後還是先看個區間盤 不然我們看這個地方 好 各位 很清楚對不對 今天說了盤的時候 其實看這個對不對 下禮拜開始一樣 是下面有支撐 上面有壓力 所以各位 下禮拜一盤變得很關鍵 下禮拜開盤之後 到底這個盤 是要突破壓力 往上漲還是要跌破支撐 往下跌 各位 那關鍵點位 你就要看這兩個地方 最好今天 你趕快預先知道 哎呦 下禮拜的關鍵點位 到底在什麼地方 那下禮拜開始這個盤 要突破跌破 對不對 看這個都知道 另外下禮拜之後 對不對 一樣嘛 開盤之後 到底大戶指標 會撤出來 下禮拜開始 到底大戶 是不是會繼續 會強力做多呢 還是要去做空呢 那各位 一樣對不對 方向馬上都知道 所以各位 透過維尤金 大戶都困力到指標 透過強勢預判 各位 什麼樣的盤是 用眼睛看都知道 你不要猜東猜西 更不需要每一天了 花了幾個鐘頭 對不對 研究這個研究那個 研究老半天 真正你該知道的事情 你都沒有花時間去研究 好了 那各位 關鍵在這個地方 你就好在想著吧 那各位 說真的 其實這個盤 到 這個禮拜 而且各位 重點是 更好換倉 十月份 所以各位 因為現在十月初 各位 我已經把整個十月份 大盤的規劃 也已經都做好了 各位 加上你有需要 對不對 趕快一通電話進來 你關鍵裡面什麼地方 有事的話 也請你通電話進來 OK 好 大聲先機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禮拜 同一時間再見 我們下個禮拜